第四百九十六集 老唐头说着说着 就老泪纵横起来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是味道伤心事 人伤心到了一定的程度 需要用痛苦和眼泪表达出来 我们只是看着老唐头在那里哭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老唐头哭了一会儿 擦了擦眼泪说 从小儿我娘就告诉我 我爹和我哥死 被烧死在大火里 尸骨无存 我早就断了寻找亲人的念想 可老天保佑 冥冥之中让我们兄弟二人见面 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格外的珍贵 虽然和哥分开的时候 我还想不记得哥的模样 但血脉之亲是永远割舍不断的 我们兄弟俩哭了一会儿之后 各速中场 说到高兴失笑 说到动情后哭 一直有说不完的话 直到旁边那个小女孩抗议 我哥才给我介绍 他说那个女孩是他最疼爱的女孩 雨萍 雨萍学的是舞蹈 还在国外深造过 现在主要研究 泥伤雨衣舞 他跳的泥伤雨衣舞 在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 我当年虽然上过学 混过公社里的食堂 但那些年学的都是人民公社好 为人民服务 整天的学习运动 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别的书 到后来被打成了坏分子 就更没有时间看书了 对那什么泥伤雨衣舞 还真不知道 其实早些年演得很 跳台湾香港传过来的贴话舞啥的 公安局知道了就抓 按照流氓罪判刑 到了后来的九十年代 才渐渐的松了几 允许大家跳舞了 不过呢 我整天打雨晒网 对外边的新鲜事物一概不知 我哥看我不知道就说 哎呀 这个也不怪你 这些年你在内地见识少 我和你说这个泥伤雨衣舞啊 是一种唐代的宫廷乐舞 是咱们的国粹 为唐玄宗所作之曲 勇于在太清宫寄宪老子时演奏 大臣张说华清宫云 天阙沉沉夜未央 碧云仙曲舞泥伤 一声御笛向空进 月满丽山 宫露长 说的就是泥伤雨衣舞 这个舞蹈啊 身穿雨衣 长袖飘飘 跳起来宛如天仙一样 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舞蹈 我还是摇头表示有些听不懂 这时我侄女说 阿叔 这个说不明 你以后看我跳舞就能够明白了 阿叔 我这次来微山湖 一下子就爱上她了 这个微山湖太美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平静的湖和这么多荷花 微山湖里 绿水荡漾 荷叶微香 宛如仙境一般 这样的地方却是恶跳舞了 这次我就不走了 在这里建一座荷花园 以后在荷花丛里 修上一条通往湖心的长桥 长桥的尽头 修一座荷花亭 这样的话 站在荷花亭里 中卫全部都是娇艳的荷花 在这里跳舞 是我今生最大的愿望 我听执念雨萍这么一说 就赶紧说 哎呀 那个得不少钱吧 咱哪有那么多钱呢 我哥听了之后哈哈大笑说 兄弟啊 别的没有 钱还是有一些的 这些年我在香港做建筑 积攒了一些家业 只要雨萍喜欢 修一个湖心亭 还是不在话下的 我这就给香港的公司发一个电报 让他们派来设计人员 帮着雨萍设计荷花园 我哥是归国的华侨 一个有身份的人 他跑到乡政府说是来 回来投资回报家乡的 乡里一听 这个是个大事 马上到县里回报 县里非常的支持 专门派来人跟着我哥他们选地址 雨萍当时一眼就看中了那块 荷花园里的地 我哥暗女心切 马上给香港发了封电报 让香港派来设计人员 帮着设计荷花园 而我跟着我哥 马不停蹄地准备建筑材料 点击的那一天 来了很多当官的 对我哥的荷花园表示祝贺 我心里暗想 我哥回来的这是好时候 要是七十年代 他这个肯定是改造对象 自从吹了春风开始 人们的观念就有了变化 有钱什么事都好办 接下来就是按照设计施工 先是盖了岸边的房子 用木头修了一个长桥 在长桥的尽头是荷花亭 经过大半年的施工 终于在荷花盛开的时候 荷花园竣工了 那荷花亭在荷花中 特别的好看 一时间引起了轰动 荷花园能吃饭 能住宿 还可以接待很多人 在开业这一天 我侄女身穿白色的羽衣 头上带着一朵荷花 站在高台上跳了一个舞蹈 那舞蹈好看极了 长袖飘飘 犹如仙子一般 一时掌声雷动 都说我侄女是荷花仙子下凡 就这一场舞 引起了轰动 周围的人送我侄女一个外号 叫荷花仙子 城里的人正向来看 荷花仙子跳舞 一时间码头里停满了 各式各样的船 在荷花亭里吃饭住宿 天天饱满 大家只为了一堵荷花仙子的风采 我侄女迷恋舞蹈 一个夏天都在跳 她喜欢的泥商语衣舞 她特别喜欢乐园之夜 在荷花亭里挂上灯笼跳舞 可惜 我侄女红颜薄密 一天御园之夜 在荷花亭里独自跳舞 忽然湖上狂风大作 等风停了之后 我侄女就消失不见了 侄女消失了之后 我妈赶紧开着船在湖里寻找 但找了一夜 什么也没有找到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到了第二天 到县公安局里报案 县公安局高度重视 急忙朝县里报告 县里马上当了大事办 把周围水性好的人 全部动员来 寻找我侄女儿 雨萍的夏 可是把周围的水域都搜遍了 依然是鸟无音信 微山湖不是别的湖 是当年陆地沉降而成的 也就是说 几百年前这里还是陆地 湖的底下还算是平坦 没有什么大的暗流 如果真是淹死了 尸体绝对跑不远 可偏偏出问题 就出在这个绝对上 几百口子人 几乎把微山湖周围都找遍了 但依然没有找到 侄女儿失踪的十天里 最难受的就是我哥 我哥他一下子像是老了十岁 一头的头发都变白色了 由于伤心过度 到了第十一天 就倒在病床上 在医院里他吩咐大家不要找 还说 雨萍的这条命 已经没了 大伙再怎么找 也没有用 在以后的日子里 我哥的病是越来越重 到最后 连说话都困 一天 他对我说 自己命不久矣 何花园直接给我了 让我看着惊艳 还说这个何花园 是雨萍的心血 不能说扔就扔了 一定要保护好 我当时劝大哥让他好好养病 别胡思乱想 可大哥摇摇头 说自己的大县已到 没有回天之力 唯一想见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好交代 好厚实 但香港到这里来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哥没有等侄子赶来 就寒恨而去 那段时间恍然若梦 我见到了分别三十多年的大哥 见到了侄女 见他们都活得好好的 我感叹我的命好 一个五十多岁的人 还能到这一步 不得不说是上天对我的恩赐 可是天有不测风 转眼间大哥和侄女都没有 让我悲痛欲绝 侄子来了之后 也是伤痛欲绝 最后把我大哥 埋在了他的那座空坟里 让我大哥陪着我娘 由于侄女没有找到尸体 只能给她埋了一个衣冠种 侄子处理完丧事后就走了 我打理着荷花园 侄女失踪之后 荷花园的生意一落千丈 那些当官的也不来吃饭 有时候会来一些年轻人 他们在湖边盼着荷花仙子再次出现 本来事情这么下去啊 不会有什么问题 可有一天忽然有人大喊 荷花园那里死人了 这个死人可是一件大事 我赶紧过去看 只见在荷花园下面的水里 确实飘着一个人 那个人趴在那里 可能是醉酒失足 淹死在湖里 我赶紧让人把尸体捞上来 几个年轻的小伙子 直接跳进水里 用手去拽死人的尸体 拽了几步就到了岸边 把尸体翻开 准备看看到底是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